今日影评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野 他是那山那人那狗里的儿子 是追凶折野里的宋老二 你就是宋老二 是首导人里的王继才 说好顶多守半个月 这都多少个半个月了 是建军大业里的毛泽东 新兴之火 可以留缘 3月24日 旺道全国供应 愿意从你们一起 追望这条救国救民的真理大道 我觉得跟我 其实从外形直观上 我觉得还是有点像 墨汁的味就 真的是这辈子吃过的 最奇怪的一个味 甜吗 甜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这种躺平这个词 我觉得是可以放一放 我守护的这个 绝对不会同一会儿 替他选择苟且偷射 本期引人评电影 解析旺道 聊眼幕后 在旺道这部电影里边 我饰演的是陈旺道先生 他一个身份是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本 中文权益本的翻译者 还有身份的 他是大的语言学家 他也是复旦大学的校长 然后也是一个革命者 我觉得跟我其实从外形直观上 我觉得还是有点像的 包括脸型还是尤其颧骨很分明 那时候正好感到重新大轰炸 能接近他的形象 就是让自己受力了 进组的时候162193斤 最后是146斤 就减了大概145斤 我一米87啊 140多斤 其实很瘦了 当时 其他的方面就是像 看关于他的书 在上海 陈旺道纪念馆 整个用于上午的时间 那个馆长给我讲他的故事 去复旦大学的这个 门石馆资料馆 从复旦大学的师生 对他的这个印象 学义乌当地特有的一个权者 就这些东西让自己内在 能够更贴近 这个小时候 其实我主题叫 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因为他翻译共产党宣言 翻译真理 然后是哪怕吃的是墨汁 也认为是甜的 道具师呢 就给我准备的是这个蜂蜜 一吃到嘴里 就满口那种蜂蜜的甜 我就觉得 我可能变得不过真实 我就说 我说我要不来 真墨汁试一下吧 如果我真墨汁 我还能吃出甜味来 那我就真的是算是演的成功了 哇 真墨汁 那真的是就是 味道我觉得比辣根要 要冲很多倍 我后来想 我说可能自己真的是 达不到陈旺道的境界 就他能吃出甜味 我真的是吃的就是太呛了 太拉嗓了 今天我自己演的嘛 而且当时我对陈旺道的 特别大的一个印象 就是说他非常爱他的学生 包括是复旦大学 也是一直把他当成精神校长 包括在复旦大学里边 有望道路 就师生都是特别尊重的 他跟学生的感情 真的是不一般的 包括送别那场戏 我觉得当时导演也是 让所有学生都准备好了 然后让我来说从这边走 走一走的时候 就说长亭外古道边 就那个音乐一起 当时真的很感动 孙明也记得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很敬重陈旺道先生 也是真的是他对学生的感情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在电影里边表现的 我就表现得非常好 其实陈旺道先生 他所处的这个时代 是咱们国家近代史里边 很特殊的一个时代 正如陈旺道先生出来 翻译了第一本 中文权益版的 共产党宣言给当时的这个 有志青年指明了一条真理大道 现在我们听到很多词 什么卷 躺平 免许很多年轻人在说躺平 如果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跟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比 那个时候年轻人可能 是生死存亡的时候 如果他们躺平的理由 可能更大众充分 但没有那个时候 只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相信真理的力量 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 或者是往大的说 属于国家民族的这条道路 所以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这种躺平的词 我觉得是可以放一放 就是说我们现在 相信相信的力量 只要自己心里有信念 也会走出至少是属于 自己的一条光明的道路 电影望到正在热映 希望大家多去观看